我们今天做一个黄金蛋炒饭 用到这些配料 黄金炒饭蛋白和蛋黄要分离 蛋大概是650克 其他配料自选 切好的葱花 现在我们先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大雅 小鸟 拿完骨头 或许多多鸟 和啤酒 小鸟 和啤酒 冰箱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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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让每一颗饭都沾上蛋黄 这一步需要搅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嫌不够滑 就可以多放点蛋黄 因为我们家里面做 就是要等路程低一些 所以我就不用太坏 这个里面还粘了一点 然后把它搅拌 然后把它搅拌 不要浪费 然后多拌一下 多拌两个 尽量每颗不要搅拌 这个炒饭是比较难的 像正常我这个饭要五个蛋黄 五个到六个 三颗蛋黄只能炒一小碗 因为我中午是两个人吃 现在把锅加热 现在把锅加热 然后倒点油 先把蛋白炒一下 蛋白呢也是为了不浪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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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到了 现在能让它凝固一些 现在能让它凝固一些 这种配料 好 便宜了 好 这个蛋黄 糖不能炒得太老 蛋白不能炒得太老 大概三四十秒就可以 我们现在再放油 这个要稍微多一点 把这个虾仁和辣椒 稍微加工一下 这个切好的虎仁 大概有两个 现在变白了以后 加辣椒 辣椒是四个 四个彩辣椒 这个墨西哥的辣椒比较辣 能吃大就多放点 不能吃就少放点 这个墨西哥的辣椒 OK 我们就可以 这个油 刚才的油 辣椒和这个的油 弄出来 然后就去炒饭了 先放点葱花 先放点葱花 这时候下饭了 拌下锅的时候别动 如果就是家里面吃 一般不做黄金炒饭的话 直接就是蛋打到锅里面就行 这个时候别动它 这个时候给它尽量就是加热 稍微 那温度上来以后 稍微 快热 看到没有 金黄了吧 然后在这玩意儿 铲子推过去 这时候再加点葱 你也可以不放醋 你也可以不放醋 炒饭呢用隔夜饭和先煮的饭都可以 主要是热的 如果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呢 要围拨一下 我们这时候倒入刚才的虾和辣椒 因为虾里面和辣椒里面都有鲜味 所以说就不用加味精了 所以说就不用加味精了 这时候放点盐 我用的是Costco的粉红盐 这个盐呢颗粒比较大 有时候化不开 大家可以自行决定用 最后把葱 拿木材里面 再放点蒜 有时候就会把葱 放在葱里面 放在那里面 放在大葱里面 放在那里面 放在小葱里面 拿鱼椒里面 吃鱼椒里面 放在鱼椒里面 可以加葱 加葱、胡萝卜 切好蟹蓝丁都行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辣 我这个是第一胆部成本 蛋黄 蛋黄 不是金黄 最后把蛋白放进去 把人炒的蛋白 可以补点盐 这种炒饭呢 薛薇比家常的高级 OK 然后放下 三符 冰箱 可以补点盐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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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就完成了 这个美国饭店我估计炒的不如我